臉上身上冒出痘痘 一个月都毫不了 可别轻忽 赶快去皮肤科报到就对了 因为这可能跟金刚狼 修姐客们一样 罹患了基底细胞癌 基底细胞癌 其实是最常见的皮肤癌 那以皮肤癌来讲的话 我们会分做黑色素细胞癌 跟非黑色素的细胞癌 那非黑色素的部分的话 比较常见于基底细胞癌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零状细胞癌 台中一名59岁 运输业司机 日前一位发现 左侧嘴角下方冒了一颗痘痘 不痛不痒 但凹陷溃烂 在家人建议下就医 一开始买以为是痘痘 那越长越大 中间就凹陷溃疡 那因为溃疡一个月 皮肤科我们还是建议要做化验 那做切片组织化验之后 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就医的时候 肿瘤大小大概1.2公分左右 那因为 溃疡的情形已经持续存在 我们就把它切下来 那有跟他告知这种状况 我们最好是整个大块的切除 比较不会有后续 那个复发的状况 这位司机 幸运的是发现得早 肿瘤不深 也未及口腔组织 大范围切除后 紧留下嘴角下皮肤 不影响饮食和发音 后续持续追踪即可 像是修杰克曼 2013年被发现鼻梁有可疑斑点 诊断出是基底细胞癌之后 八年多来持续追踪 陆续在鼻梁肩膀都曾发现癌细胞 只要一发现就立刻切除 目前标准治疗就还是希望以全部切除 在显微镜上看到切除的组织 都是干净的为主 医生表示 基底细胞癌不容易转移 但若不治疗会持续扩大 侵蚀周边组织出现溃疡 引起细菌感染 一般皮肤的肿瘤 量恶性的辨识度 大概就是用ABCDE来做辨识 恶性的比较会有一些 A就是不对称 它可能没有办法切一条线 让它是呈现对称的 那边缘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很平顺 就是会有一些凹凸凸的状况 那C的话就是颜色 里面不会是单一个颜色 可能有白有黑有灰这样子 另外像是过大或是隆起的痣 也都要注意 这都可能是皮肤癌的表现 医生建议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 基底细胞癌大部分都还是跟 主外线造射有关 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预防胜体治疗多做防晒 医生表示皮肤癌比较常发生在白肿人身上 但我们也不能轻忽防晒的重要性 除了可以避免晒黑 最重要的还是预防皮肤病变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